8月9日消息 和福元爱王楠与福元爱是多年的好姐妹 2005赛季16岁的福元爱加盲辽宁女拼 跟随王楠征战拼超联赛 自内开始建立了多年情谊 最近王楠和福元爱的私人教练 前辽宁队球员苍原一起去探班福元爱 为她支招 男姐真是霸气十足 还没到福元爱家就说 爬山岳岭的来了 今天我要不给自己成长 我都不回去 一进福元爱家 此前王楠送给爱家的祝福 就被放在了门口 原来几天前王楠给福元爱夫妇送了一大香水果 并写了一张字条 祝小姐小爱生活愉快 爱上第一时间就对老公说 我一定要留着 我以前的球拍上都是男姐的签名 随后就飙起来放在大门口摆着 王楠说 早知道我好好练练字了 直奔厨房 看看爱将准备了什么好菜 王楠说 我今天要是不吃饱了 绝对不从你家出去 福元爱开始成菜 一边说 终于有人可以跟我讲东北话了 王楠说 我们刚才还说 你最近这个未留点跑天了 我们一会再给你证一证 几个好姐妹调侃了江洪杰的台湾腔 爱将说 东北话小姐听不懂 王楠说 听不懂 拉倒 随后把饭菜上桌 福元爱非常先公的问王楠 我坐这儿吗 王楠说 你就坐这儿吧 这是你家 随后王楠开始教育爱将如何对付老公 爱将抱怨说 之前想买计事本 问老公学那种颜色 结果老公生气了 自己最后也没买成 王楠说 买计事本 我一个颜色要一个 我让你不给我挑 完了你还得拿那个 把在他面前没事晃一晃 你说我今天喜欢这个颜色 明天喜欢那个颜色 王楠也问 考完学书和好啊 福元爱说 小姐 唐元元说 要不然东北祖团揍他去 三个人都笑 福元爱说自己一吵架就哭 王楠说 你得控制自己不哭 不是什么大事别老瞎哭 唐元元说 看来他吵架没我们虎勇猛啊 王楠说 不行 没我们虎 爱将反问王楠 难解和郭兵哥 为还亿万富翁会吵架吗 王楠说 哎呀我的天啊 你把那么次去掉 吵啊 都吵 哪有不吵的 王楠说 夫妻俩吵架不能记仇 问爱将 你们俩在一起 他的意见决定你的思维吗 比如说衣服 你买这件衣服 你说挺好看 他说不好看 爱将说 我应该会听他的 王楠说 小姐挺厉害 汤元元问王楠 你肯定不听吧 王楠说 我听 听完我 买 爱将和汤元元都大笑 服了 王楠回忆 那会买个裙子 你想运动员时期 这胳膊一个粗一个细 然后买个卡绣的衣服 回来穿上挺好看的 他说 衣服不错 挺好 你胳膊这么粗 基本跟男的腿一样粗 你就穿吧 我几气的 谈到生孩子之后的变化 王楠回忆 我生国旗大儿子的时候 我就不理解 因为我把所有心思都给国旗了 他就是我的中心 我要跟孩子说话 哎呀 宝宝就不行了 他要问我什么事 我就 干嘛 我就特别不耐烦 因为你没有精力再去跟他好好说话 后来自从有女儿之后 我也有 我就一下子站到他当年那个角色 因为这是女孩了 他跟女孩说话的时候 就会 姑娘 就是那种眼神 整个爱就翻来 对我就是 你赶紧给他拿去 就是你爱闺女 王楠一家被老婆当着所有观众这么一番吐槽之后 郭斌实在只看不下去了 也发起了回击 今晚在社交平台上赛出了一张老婆戴着墨镜 走在福原外夫妇前面的照片 表示 正打黑呢 意思是王楠像黑老大一样 王楠对此点评 走在前面那位 霸气策露 只顾我男姐 男姐气场好强大 一个颜色一本来诗本 没事 换个颜色 晃又晃又 想想就好有晃面感 冰哥同情你三秒钟 哈哈哈哈 冰哥 怀疑你在家里的地位了 冰哥看完昨天的节目吧 我有点心疼你了 大姐大 este款官公众 Yam 二 二 ,